智豪即将带领胜利高中合唱团 代表幸福士参加全国合唱比赛 他与合唱团的团员们正讨论选择哪些曲目 作为比赛及演出时的合唱歌曲 讨论过程中 有团员想选流行歌曲 有的想选民歌 也有同学想用自创曲 老师,如果我们选用流行歌曲 是否有涉及著作权侵害的问题呢? 美雅的这个提问的确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应该要对著作权法有基本认识 著作权copyright 是指法律所赋予著作人对于其所创作的作品的所有权利保护 包含著作人格权 及著作财产权 由于早期著作主要的商业利益来自于出版 又被称为版权 不过,这并不表示著作权只保护著作的出版、印刷的权利 著作权还包括其他各种著作利用的权利 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 著作是属于文学、科学、艺术或其他学术范围之创作 像是撰写小说、部落格发表的诗词、演出一出戏剧、发表一篇学术论文等 都属于著作权所保护的著作 原则上,作品是否受著作权保护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必须是人类精神力作用的成果 二、必须尽有表达而外显 概念是不受保护的 三、必须独立创作且具有创作性 四、必须属于文学、科学、艺术或其他学术范围 那么,什么是著作人格权呢? 梅雅问得很好 我来解释一下著作人格权的定义 著作人格权主要用于保护著作人的名誉、声望 包括公开发表权、姓名表示权 及禁止不当改变权 公开发表权 指一个著作人 有决定作品是否要公诸于世的权利 如果作者认为作品尚未成熟 也可以选择不要公开发表 姓名表示权 作者有权利在作品被公开时 在作品上表示或不表示其名称 名称不一定是本名 也可以是一名、笔名 甚至选择不公开作者名称 禁止不当改变权 只没有经过作者的同意 任何人以歪曲、割裂、篡改或其他方法改变原著作的内容、形式或名目 致损害著作人的名誉 因为每一个著作都代表著作人的心血结晶 和著作人的名誉无法分离 所以著作人格权无法继承 也不能让语 那么,请问老师,著作财产权又是什么呢? 著作财产权简单来说是法律赋予作者就他所创作的作品 可以享受财产或经济上的权利 著作财产权可以让语、授权等 使著作人获得经济利益 著作财产权随着社会上著作利用的方式而调整 目前保护的权利包括 重制权 公开口述权 公开播送权 公开上映权 公开演出权 公开传输权 公开展示权 改作权 编辑权 散布权及出租权 平常我就喜欢自己作词作曲 所以,我很希望这次合唱比赛可以用我的自创歌曲 不过,我想知道 当我创作好一首歌曲后 需要先到哪里登记或申请才能享有著作权呢? 依据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 著作人于著作完成时享有著作权 换言之 只要著作创作完成 就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不需要向任何机关或组织进行注册或登记的程序 但因为著作权是私权性质 著作权人对其权利之存在 自负举证责任 所以著作权人应保留创作过程 发行 及其他与权利有关事项的资料 作为证明自身权利之依据 咖啡 好 好